我想說,我剛剛是超級辛苦,但我沒想到 我看機票沒得讓人升級了他的商業學校 我已經全靠了,我還要排到普通的經濟學校 然後就叫我上去,為什麼是商業學校 然後就叫我上去上去 Hello,大家好,又是我Victor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沒錯,我是Emeroy,給免費升級 耶! 我想大家都應該聽過一些航空公司 是不時會升級你們的倉頓 但好像Emeroy這些比較全的航班 他們是比較少的 而我在英國畢業之後,回香港那艘飛機 十分就十分好彩 我被他們升級了去Business Class 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就知道我當時是多麼開心 大謊說我坐在Emeroy應該都有三年的時間 他們經濟倉的食物相比其他航空公司 是已經不錯的 他們的Business Class的食物又是怎樣的呢? 第一點,他們走的種類是會比起經濟倉為多 也都是免費任務的 你可以看到Money上面有Moead、Cottel的選擇 而他們的食物方面就像一些餐廳一樣 會分為前菜、主菜和甜品 他們會把食物放在碟上 放得漂亮的 你就好像身處在空中餐廳 拿著一杯酒 你想想,整個情況多麼好 而食物質素方面我已經不理會了 因為他們的氣氛已經贏了 加上他們的服務真的超好 他們吃完後會幫你們鋪一個床墊 讓你們睡覺睡得舒服一點 你看看,我現在這個樣子真的睡得多麼好 即是那時候的情況,你想想,我真的開心到 Oh my god 當你醒了的時候,你覺得無聊的時候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可以去他們的空中酒吧社交 你也可以拿一杯酒,拿點小吃 回自己的位置慢慢看戲 說這麼久都沒有說到廁所 那廁所又是怎樣的呢? 現在是這個Emery Business Class的廁所 是大了外面景都 其實我在這裡才敢說話 我在外面不敢說話 因為我擔心吵人家有聲 去廁所這段時間是剛剛起床 我一酒都醒了 我就拆光牙洗個臉,出去繼續喝 我現在有喝酒,喝這個 它加了很多辣椒 很奇怪,但我試試一下 這是第一次喝這個 它裡面有很多的,還有陶味 那些氣柱還加了辣椒 其實大家看到這裡還未完 因為我還有少許提示 想分享給大家 那怎樣才可以免費 升級的第一點 就是你一定要經常坐同一個航空公司 第二點就是你check in的時候 要很早或者很遲 第三點就是要對航空公司的員工有善些 第四點就是要查你的電郵 這個也是我覺得我今次會被升級的原因 我前一晚有收到Emmer寄過來的 升級的電郵 我按了一下裡面 它是要錢的 那我就不玩了 那我因為查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它就升級了 因為覺得我有興趣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的話 就記得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還有如果你們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 下次見啦 拜拜